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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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來講 是講我自己很熟悉的東西 這幾年以來 我們講心六輪 這個名詞 是個心名字 這個心是講我們這個人的心 本來在我們中國人的羅家思想裡面 有個五輪的思想 五輪就是父母 社長 兄弟 以及兄弟姐妹的關係 但是六輪是比五輪增加的幾個項目 這個幾個項目 在原來的五輪是沒有的 比如說族群的關係 比如說社會的 自然的 以及日常的這些人體關係 大概是沒有的 因此我們加進了幾個項目 同時對於原來的五輪 把它重新把它加強 因為原來的五輪裡面 比如說五輪 五輪裡面 就是父母的這一輪 就是不夠完整的 所以不夠完整 裡面有 好像有兄弟姐妹 好像也沒有過 家裡面的其他的族群在裡頭 另外還有 對於這個族群來講的話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好像在做群語做群期間 好像也沒有這樣子的一個 倫理的思想和觀念 我們現在提出來的 這個六種倫理 是希望能夠涵蓋全世界 以及現在的全人類 能夠所有人的關係 人與社會的關係 人與各種各樣的關係 過去人跟自然的關係 不屬於倫理 我們現在環保非常地重要 自然的關係 就是跟我們生命的關係 是一些相關的 因此我們加上了最自然的倫理 還有就是關於這個族群的關係 過去講自然的倫理 就是好像是宗教與宗教之間的 民族與民族之間的 我們現在講的自然是講的什麼呢 是講的每一種生活背景 或者是生活環境 或者是生活區分 生活的團體 彼此之間的關係 都是作權的 另外呢 我們要講這場的關係 過去也沒有這場這個名稱 這個是我在多少年前呢 聽到一場演講 是李國鼎先生講的 他這個獎勵是什麼呢 人理之中應該加入一門呢 是叫做全我關係的人理 所以全我關係的人理是什麼東西呢 這幾張就是 全體就是我跟團體 我跟整個社會 那全體這個個人是幾 那全呢 那超過兩個人以上的一個團體 一個集合 那都是叫做全 全國的倫理 那這個在今天我們這個社會 必須要擴大這個倫理的關係 那倫理是什麼意思啊 我們為什麼又叫做新六倫呢 六倫是個性的名詞 那心六倫也是個性的名詞 為什麼叫做新的 這不是新舊的心 而是呢 我們的良心的心 凡是要講倫理啊 都必須由博文自己的內心開始 而不是福建的 不是口頭的 訴說而已的 而是真正地從內心去實踐 那這個社會叫做新的六倫 不是啊 這僅僅是講口頭的六倫 那新六倫 我剛才已經講了 不是新的名詞 而是以我們的心 也就是我們的這個誠心誠意的心 來啊 實踐倫理的思想 倫理的道德和倫理的觀念 我們講倫理的意思呢 實際上呢 大家都講倫理 下一個人一定是講道德 所以倫理 道德 是不是呢 是同樣的東西 可以說是相同 可以說不相同 所謂倫理是關係 所以人與人的關係 就是說夫妻之間的關係 是什麼呢 是什麼關係 是人類關係 那我們長官 這些部署之間是什麼關係呢 是人類關係 只要人和人的關係 那在中間就是問題 那這個倫理是不是就是道德 倫理關係不一定是道德 倫理關係 就是說有關係的人與人之間 不一定是有道德的 有的沒有道德 有的所謂胡群 還有什麼 胡群相對兩個字 叫做格擋 是不是 胡群 格擋 是不是人是倫理的 它是關係 這是人與人之間 是個關係 它不是倫理 所以倫理之間 比如我再問 在夫妻之間 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那這個算不算是倫理 算 算是倫理關係 但是如果說夫妻之間 僅僅是互相講平等 講道理 在關係算不算倫理 在關係算不算倫理 有的夫妻之間 說你稍一餐飯 我也要稍一餐飯 我稍一餐飯 你也稍一餐飯 那講得更徹底的時候 你生一個孩子 我也要生一個孩子 那我生一個孩子 你要生一個孩子 那這個夫妻之間 這樣子算不算是講倫理 這不是倫理 這個是講一般的 這就是道理 這個道理 這個叫做論理 這不叫倫理 我們討論我們平等的道理 平等的道理 背地是倫理 現在我們世界 全世界都在講平等 講民主講平等 那我想請問主委長官 人與之人之間 是不是也能夠做到 樣樣都是平等 絕地是平等 每一樣事情都是平等 能不能做到 是不是應該這樣做到 都行呢 如果人與人做到 完全是平等的話 那父子之間 是不是也應該是平等的 好像是 好像是應該是平等的 但是父親是父親的職責 有兒子的職責 兒子有兒子的職責 父親也有父親的職責 不能夠把他們父子兩個人 把他變成平等 那就變成笑話 所以是世界呢 所以講平等是講得利益 是我們講道理 那講道理 講父子也有平等 那就不是道理 講道理 那講道理 講道理 不是人理 而是一般 我們社會上 就是講道理 講道理 講道理 那麼我們現在這個 聖六倫力 這個 六倫的人 人和利亚是讲的 人与人之间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尽负赐 尽自己的责 负自己的责 那自己是一个什么身份 什么立场 那就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来 你就要担任什么样的责任来 如果说是你再其位 而不谋其事 那你这个就是不尽责 不尽责算不算是伦理 不是伦理 伦理一定是要尽责 负责的 我们在什么立场 需要做什么事 这个当我们出家人呢 有一句话 也许周围没有听过 周围人和尚闯一日中 在什么立场 说什么话 你是一个什么立场的人 就说什么话 那你不是这个立场的人 能不能说这个话 如果在这所在 还是要说 不是说 绝对不说 那我们通常的人说 不管你这事 你说出来的话 就变成多管闲事 那多管闲事的事 要不要管 可是呢 人家在贪欲 人家在做非法的事 这个不在你这物子内所管下 不在你所应该管的事 这之内 那你看到了 你看 听到了 他是你的朋友 就在你的旁边 做这样子 不应该做的事 做不应该做的事 那请问周围 我们要不要管 要不要管啊 从伦理上面 我们要不要管 从伦理上面 应该管 但是 如果不是从伦理上来讲 只从周围上来讲 这不是我不管的事 这个事情不是我去管下范围之内的事 那我不要管 最后不管 多管一事 不如少管一事 但是这个是不是伦理 这是伦理现象吗 这不是伦理现象 这是一种敷衍的现象 这个不道德的 这是讲道德来讲的话 这是不道德 明明使人在做坏事 那我们要规劝他 要做坏事 从对于人的 对于团体的 对于我们整体的环境来讲的话 它是有害的 那我们应该要规劝 因为规劝他们不要做 对于我们的环境团体 是有好处的 有利的 那我们自己要努力地做 而是要鼓劝 要规劝 其他的人也应该去做 这个就叫做新的伦理 也就是说 这个并不是一定说 这政务上你必须要这样做的 你政务上也许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在这个道德 伦理来讲的话 为了我们这个团体 为了我们这个环境 这个我们必须要做 必须要说 那这个是什么 是伦理 那这个就是通常的人 大致上是做好人 但是呢 没有真正地尽到这个人体的责任 所以好人是什么 所以说 我不做坏事 我不做坏话 人家做坏事 说坏话 我根本没有关系 我不需要去管他 人家做了这个 结果 我问自己大家都会受害 怎么办 那没有办法 因为不是我做了一句话 那跟我没关系 那这个是不是叫做不道德呢 再有一句话说 见死不救 各位听过这句话吗 看到有人要上吊 或者是偷核 或者是怎么样的 要自杀 他说 他是他的 跟我没有关系 我不要去管他 我不管全事 请问 这个是不是伦理 这个是不是道德 这是不道德的 见死不救 就是等于你自己杀人 我们信到人做坏事 等于我们自己判凶 我们自己也在做坏事 因此我们见到人做坏事是不忍性的 一定要去归圈 归圈的过程之中 可能要有一点技术 如果没有技术的话 这个就可能你自己也会受害了 因此伦理 道德 这个事件 还是需要有一点技巧 没有技巧 那可能自己伤害自己 也要伤害了其他的人 这个是我讲的心人理由 现在我要讲另外一个主题 另外一个主题是 是心 是什么 心 我们讲的那个心 究竟是什么 有的人讲说这是良心 有的人想讲 说这个是我的本性 或者是我的自己的这个人格 都可以怎么讲 那有的人就问 就是我跟这个心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心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人出生的时候 人就有心的 那这个心就是一个思想的心呢 还是一个人格的心呢 还是一个主宰的心 所谓主宰就是我 就是主宰我自己 我能够对我自己负责 可是有的人刚刚出生的时候 他是不会主宰的 他没有主宰的能力 那这个是不是有个心在哪个地方 那有的人呢 已经老了 老了以后啊 有点像烦恼还童 他已经摄取自己的主宰率 那这个是 这个人是不是很有心的存在 他因为好像是没有主宰的能力 那是不是有心 我们这个心呢 从这个儒家 道教 佛教 各有各地的这个道理 各有各地的解释法 那对于我们佛教来讲 这个心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有的人说这个是个灵魂呢 在出生的时候就跟着个身体一起来 死亡的时候呢 就跟着死亡一起离开 这就是我们的心 是不是这样子的 好像弄不清楚 这个人的心是不容易弄清楚的 因此在前天呢 有一个政治大学的一位校长 他跟我谈这个问题 他说这个心究竟是个什么 我说心没有这样的东西 如果有这样的东西 你现在就可以拿给我看一看 因为没有这样的东西 这个心 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 它是一种能量的活动 能量的活动 它在活动的时候 它是有的 它不在活动的时候 它是没有的 那在福教内讲的 那个人如果说他没有存这个心 存什么心 存呢 要犯法 要做坏事的心 没有存这个心 那这个心有没有 没有存这个心 可是呢 他真的那些行为以上是有的 行为以上有 可是事实上呢 他这个心没有存这样子的一种 一种活动 那这个心有没有 我不知道法律 法律上呢 就是说 无心犯 没有性 也要预谋或者是犯法 但是他做错了事了 那做错了事 那这个算不算犯法 从我们福教来讲是这样子 如果说 你是五分心的 但是做错了事 那要不要负责任 是过舍负责 过舍上是 是有一个过舍 但是是不是真正的 这个是犯了 犯了对 是没有犯对 这是我们在福教来讲的 因此呢 福教所做坏事 有一个道者 是你有没有存心要犯罪 你犯了罪以后 知道不知道死即是犯了罪 犯了罪之后 你死即有没有想到要悔过 要改过 从此不再犯这个罪 如果这三个心是同时多具备的 那这个心是成功的 那这个心就成功了 那我们现在要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上 那就是说 我这几年都在提倡了 就是要爱护生命 爱护生命 我也在电视上做了好多的广告 对生命要爱护 怎么样子呼吁呢 我在电视上的呼吁是这样子的 我说 请多想两分钟 我们的未来 还是有很多的希望 请你多希望多想两分钟 生命是有无限的希望 只要有一颗呼吸在 你就有希望 那这个是在做什么呢 当时社会上这个自杀的风气 非常地深 在台湾来讲的话 在亚洲的几个国家之中 台湾算是第三位最多的自杀人口 其次就是韩国和日本 其次就是台湾 而在全世界来讲 我们亚洲地区自杀的人口是比较多的 是多月在澳美世界的自杀的人口 因此我们就推出了一个防止自杀的运动 那是跟教育部合作来推动的 那我现在为什么要讲到自杀的运动 就是生命 我们生命 所以自杀 什么样子叫做自杀 直接知道自杀 直接想要自杀 结果是死了 或者是没有死 那这个没有构成死亡的事实 但是呢 有死亡的自杀的意念 倦向 既然有这个意念和倦向 就是马上要悔过 马上要对自己好好地检讨一下 那就是对自己的生命的检讨 因此呢 有一位有名的作家 叫姓黄 他这个一个儿子 三十多岁的一个儿子 就是自杀死亡 那他是非常的痛苦 而自杀死亡了已经有五六年了 他还是这个心里不能释怀 那他来问我怎么办 我说这个人 没有人没有人有权力自杀 没有人有资格把自己的生命 这个杀死杀掉 也就是自杀 杀人自杀 就是说是杀人罪 自杀也是杀人罪 所以从小一开始 小的有我的时候 也把自己的生命发清 这个时候就叫自杀了 那自杀是一家罪恶的行为 不管是大小人 你只要知道自己是自杀 也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心呢 自己这个心已经知道自己 我这个生命的存在 我这个生命是存在在哪里 自杀 对于社会来讲 它是不负责任 对于仁义来讲 对于这是没有道德 没有仁义 也就是说因为不负责任 对于家庭的自杀 对于家庭的自杀 没有家庭的责任 那对于学校也对于学校的自杀 那自己的生命 自己是没有权利来处理的 自己的生命是不能够来 自己把他杀掉的 杀自己就跟杀人是完全的相同的 最恶 所以虽然我们自杀了以后 在法律上好像没有负责任 但是对于道德上面 在仁义上面 它是有负责任的 这个责任很重大 因此我今天现在来讲仁义的时候 我顺便又讲到新的仁义的时候 我们来讲到新的责任 新的自杀的这种去向 都不是所有仁义的一种观念 那我今天要讲的主要点是 就把这个生命和这个仁义 把它集合起来 先讲仁义 然后讲心 然后讲生命 那生命究竟对我们有多大的重要性 我现在要问一个问题 生命呢 是不是有价值的 是不是有价钱的 那大家都说生命可贵 生命回家 是吗 就是自己自杀 这个是无聊的 再来的是对不起自己 从小父母一样一个 以及国家的培养 以及社会的栽培 以及到这个 所以我们整个地 一个共同的环境的一个辅导 都是对不起的 所以因此呢 人对社会 人的生命呢 是对社会负责 人的生命是对我们呢 这个社会的从小开始 从小啊 从小小孩子出生开始 一直到老了 死亡位置 我们都没有权利自己 来处理自己的生命 而这个生命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整个社会 甚至于属于整个的世界 甚至于属于整个的宇宙 有的人认为说 年纪大了 这个人的生命 应该是没有价值 没有什么价值 我想请问一下 年纪大的人就是没有价值的 是不是这样子 我想不知意 我今年八十岁了 也算是老人了 如果说这个一句话 能够成立一句真理 那我现在就应该自杀了 为什么 说没有用 这个是没有价值的 不是 人一直到死亡位置 他是有价值的 他的价值是什么 很多人问 年轻的时候 就是为社会贡献 年纪 中年的时候 还是为社会贡献 可是年纪老了 已经二十岁 九十岁 好像王永庆先生 已经获得九十二岁了 他这么大年龄的时候 还有价值没有 有没有 有价值呢 所以获得一百岁 就是没有自己死亡 没有自然死亡 他是有价值 他对什么有价值 他对整个对我们生存的环境是有价值的 他这个价值是在哪里 回天就有回天的价值 他这个价值是没有办法用 用这个数量来衡量的 但是没有办法衡量 比如说 我现在请问主委将军 我今年获得这么大的年龄 可能都比你们扩大一点 但是呢 我的价值是什么 我多回钱的价值是什么 有没有价值呢 好像是没有 为什么 我不用它 它就是没有的 我不用它 而社会不用它 它也就是没有的 但是我要用它 社会用它 我那个世界大概还需要它 或者是还需要用它 那这个它是有价值的 那这个价值是什么 价值是在于功能 这是我第一次 一开始就这样讲 人的价值 生命的价值 是在于它的功能 它能有功能 它是没有价值 有功能就是有价值 没有价值 这个人生就是 所以有很多人说 它是有用的人 它是没有用的人 它是没有用的人 世界上分成好多不同的人 有的人有用 有的人有大用 有的人小用 有的人没有用 事实上 任何一个人呢 你再看 是不是每一个都有用呢 当然 每一个人呢 你活着的时候 很小 好像只是会消费 不会生产 这没有用 这没有用吧 有用 很小 很小刚刚生起来 这是永恶有价值 永恶有价值 它是有无限的 全能的价值 在 它 什么时候 它能够产生的价值 那 随时不可能产生价值 也随时不可能 看不到它的价值是什么 有的价值是潜在的 它的潜能 有多大的潜能在 它的价值就是在哪里 这个不能够用 这个用几块钱 要用多少分量 要用多少 这个 这个 这个草票去衡量 这个价值 人的价值是要从什么 从伦理 从伦理去衡量 比如说我做一个和尚女人 有人问我 这个和尚有什么用处 和尚有什么用 我说 说他没有用 就是没有用 所以他有用 它是非常有用的 就是用在哪个地方呢 我说 你看到的时候 你发现的时候 它就有用 你不发现的时候 就是变成没有用 这个好像是很很很很很 这个很吊诡的这种事情 哪里 一直叫你发现的时候才没有用 都发现的时候才没有用 我告诉主委 在中国的禅宗 这个历史上 有许多的禅师 他们平常看到人的时候 他就不讲话 他在山里面好像也没有射去 可是他们真的没有用吗 他就是山上的负责人 他是山上的主持 山上的负责人 你看他 他是没有用 但是呢 你认为他没有用 你说我想问一下 山上的负责人 是某某人 在哪里啊 他说在啊 他说在哪里 他说在哪里 是我啊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那这个 这个方丈量 这个负责人量 是有用吗 有用吗 有用吗 你认为他是 这个地方哪是方丈 他就是 他的地盘就在哪里 他的真人就在哪里 他仔细的一个位置 那就是他的功能 还有我们年轻的人呢 看到年纪是老的人 老的人已经没有用 我昨天在医院里面 看到一位老先生 老先生年纪不小 比我大得多 那他说我已经没有用了 他说我可以 这个早一点 这个小儿女 少一点负担 那社会也少一些负担 我说你错的 我说你在社会上一天 他说我在社会上一天 就是消耗啊 浪费啊 我说我女徒父 你这个消费 是不是一种功能呢 对你的儿孙来讲 是不是一种功能呢 儿孙要孝顺父母 就是要靠你来消耗啊 你不消耗 你不产生了 你做父母的一种消费的功能 那这儿孙就没办法消耗 那这功能就不产生了 我说你扩在世上 就是一份功能 这份功能就是有用 这份有用 就是我们的人生的价值 生命的价值 并不是人的生命的价值 并不是说我今天能够做几个小时的功能 我今天能够赚多少钱 我今天能够帮多少人的忙 这样子叫做功能 叫做有用 不是这样子的算法 这如果是那样子的算法 这不是一种道德的算法 不是一种伦理观的算法 而是一种现实观 而是无知观的一种算法 不是属于一种伦理观的算法 那我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 谢谢